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节内容不是很多 也非常的简单 也非常好学 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去把它解决了就行了 总体来说这一节的分值过去的几次 每一年大概都是两分左右 15年考的非常少 只有一分 那这一节讲什么呢 讲流动资产的财务管理 那我们再一次的回顾一下什么是流动资产 对吧 什么是流动资产呢 我们说在资产里面分为流动的和非流动的 而流动的叫做一年以内 一年以内能够去转换成现金的资产 那么一年以内能够转换成现金的资产有哪些呢 包括现金 包括存款 包括应收 应收有应收账 应收票据 应收 包括存货 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 也就是股票 那在这里面我们谈到流动资产管理 我们最希望能够好好管理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就我们把存款啊什么也可以当作一类现金等价物 然后呢 一个是应收账 但应收账呢 不是那么重要 还有一个呢 就是存货 所以其实这三类都是我们想要好好管的 那从考试的角度来说比较重要的是现金 现金等价物 以及存货的管理 这是我们从考试的角度来说 考的最多的 所以如果是他考两分的话 大概率就是这个地方一分 这个地方一分 应收账很少考 而交易性金融资产呢 你看他从概念上来说 他把放到有价证券这些地方 就放到这个地方 但实际上呢 从考试的角度 他考的不多 他最多就问你 哪些是属于现金等价物 交易性金融资产不属于现金等价物 对吧 就完事了 所以呢 我们说流动资产管理里面 主要就是现金 现金等价物的管理和存货管理 就这两个点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点 就是现金的管理 那现金管理呢 首先你要明白 就是现金管理 它一个最关键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说为什么会存在现金管理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不想把钱放在手里 对不对 我不想把钱放在手里 因为如果把钱放在手里 就会出现贬值 就会出现贬值 所以现在呢 其实我们 刚才我谈到我们现在的经济非常的糟糕 对吧 就是而且呢 长期影响可能还 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 凑到一块 真的还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那我们也看到了 在过去的一月份 我们整个的CPI 就是物价的这个增长 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五点几 这已经是一个比较高的通货膨胀的状态了 那中国呢 现在还在大规模的发行货币 对吧 从过去一个季度的情况来看呢 我们就已经发放了五万亿的新增 就五万亿的货币 在这五万亿里面 当然有拿回来的 再放出去的 最后增加的都有一万亿 所以整个我们的货币投放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在这么大的货币投放量底下 如果的这个经济又实在没有办法通过你的货币投放 你看工人付不了工啊 你成天还管着 你看我今天过来路过来去做直播 我在楼下这进小区 进这个都业的小区 然后那个做一次记录 然后查一次体温 然后进这楼里边做一次记录 查一次体温 你这样你怎么复工 所以复不了工 然后再加上货币又大量的增发 大家马上能够想到的就是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所以今年我们会面对的是 企业效益不好 通货膨胀很厉害 全球股市暴跌 所以能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你把现金放在手里呢 会贬值 你要是放到股票里面呢 会贬得更惨 所以该怎么办 对吧 所以这里面呢 其实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做现金管理的原因 就现金放在手里面 我们觉得 无法帮我增值 所以现金管理是在流动性和盈利能力之间去做出抉择 因为如果手上拿现金 那我随时随地可以用它来买东西 很方便 所以呢 就存在流动性 对吧 存在流动性 但是如果我不把它放成现金 当然了我也不去买股票 我去买个债券行不行 对吧 或者我去买黄金行不行 所以这两天黄金还是涨得很猛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至少有盈利 但黄金不是说我随时想卖就能卖得掉 或者就能够赚得到钱 所以呢 你没有流动性 所以你如果手上放现金有流动性 但是不能赚钱 如果你换成赚钱的资产呢 赚钱了 但是不一定有流动性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要去平衡 要做出一个选择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现金管理 让它获得最大的长期利益 那么我们显然如果从我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说 我把所有的资产都换成债券 或者哪怕我放在余额宝里面 好歹一年有个百分之二点几 对不对 但是余额宝 它好歹它也是 比如说如果是货币基金的话 余额宝很快 一两个小时就到账了 但是它也不是随时随地 马上就能拿到手 所以呢 我们说 我们为什么在现金如此不堪的情况之下 我还是要保有一些现金呢 我还是放在活期存款呢 原因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我有交易的需要 对不对 你至少得留点生活费 是现金吧 你把所有的钱 我留个十块钱 然后呢 这个其他钱全部都放在股票里面 万一明天跌了 或者一直跌个半年 你你连生活费都没有 是不是第一交易性的需要啊 第二预防性的需要 什么叫做预防性的需要呢 预防性的需要就指的是 万一比如说像这一次的 非这个新冠肺炎 对不对 如果出现了这种新冠肺炎 确实我需要大量的资金 我就算被隔离 隔离到这个酒店里面 我也得自己要掏钱啊 所以这个时候就叫做预防性的需要 是因为发生一些意外需要支付的 第三个呢 就是投机性的需要 我们说了 2020年呢 有可能像08年 那他会跌跌跌跌跌 跌到某一个时候呢 就到了底部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抽抄底了 对吧 那抄底你需要什么呀 你是不是需要子弹呢 你最后去啊 你想着反正现在经济这么糟糕 我把钱全都花了 花完了以后 等到机会来了的时候 你没钱了 机会来了 没钱投机 是不是这也是你要保有现金的原因啊 你说我买房吧 我这个时候房子很便宜 我全都买房 全都买房 万一房子不是未来十年的很好的投资性的资产呢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没有钱去做投机的时候 是不是你缺乏流动性啊 对吧 刚才我看到有人说 这二十讲讲LP2 LP2有什么可讲的 没什么可讲的 你就选LP2就好了 因为现在什么 现在我们的利息在降啊 利息在降 LP2也就会降 LP2会降 那你的房贷利率也就可以跟着降 对不对 LP2降0.5个点 那你的房贷利率就会降0.5个点 而另外一种选择是固定的 就是永远不变的 就是说是5%就是5% 永远不变了 你说你选什么 所以这个不用讲啊 这个不用多讲 所以呢 交易性需要是日常业务的 发工资 原材料 交易性的 预防性的 就是有意外 投机性的就是一些不寻常的购买机会啊 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出现不寻常的购买机会 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保有现金的原因 这个经常会考到你要掌握 好 2019年是这么考的 说现金管理的目标是在资产的什么性和什么性 什么和什么之间去做出抉择 来获得最大的长期利益 这是不是就是在这刚才我们讲的那一句话啊 这没什么好说的啊 流动性和盈利性之间 好 所以正确答案是C 然后2018年你看考的就是这个问题 其实持有一定的现金用于保证给职工发工资 要给职工发工资 这是不是一个正常开支啊 那正常开支就跟我们吃饭吃喝拉萨是一样的 这叫什么性需求啊 这叫交易性需求 对不对 正常的叫交易 突发的叫预防 然后呢 有一些购买机会 这叫投机 那是投资性的机会 叫投机啊 所以呢 叫做交易性的需求 所以这种题是不是特别easy啊 太简单了啊 好 然后接着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那我要管理好现金 那我应该怎么管呢 我们说管理现金有四个原则 四个原则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也喜欢考察 就是现金管理是最喜欢考的 第一个叫做力争和现金流量同步 什么叫做力争和现金流量同步呢 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都不大喜欢放现金在手里啊 那么当然就你的现金也包括存款啊 存款也算现金 就不是说你真的就是放纸币 那我们不愿意 哪怕是活气存款 我们也不愿意放 那你如果要做到最好的 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就是 我非常清楚的计算出来 我这一个月要花多少钱 两个月要花多少钱 三个月要花多少钱 然后呢 我把这些钱以外的钱 全部都放到比如说 理财产品或者债券 或者股票或者其他投资里面去 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如果能够做到同步 刚刚到期我这边取出来 刚好赶上我交房租 那这种状况是不是就使得你的钱 你的现金能够达到最大化的利用啊 这就叫做同步 同步 所以我们的会计里面呢 会计法准则里面是规定 就不允许会计人员留存在办公室里面的纸币啊 真的就是纸币 就不允许这纸币超过三天的使用量 就应该是保存一到三天的现金用量 如所以你如果是临时的说 哎我需要五十万的现金 或者说你去哪怕你说你需要两万的现金 那我们的会计出纳那地方没有这么多的现金 也是很正常 因为他只保留一到三天 而且这一到三天还他都有计划的用途 激动的资金会非常非常少 所以你去找他要钱 他没有现金非常正常 所以第一叫做同步 第二叫做合理的使用现金浮游量 那什么叫做现金的浮游量呢 简单说所谓的浮游量就是 我的钱 别人用 别人用来盈利 这种就叫做浮游量 或者呢 是别人的钱 我用来盈利 都叫做浮游量 就看谁用嘛 对不对 当然我们叫现金管理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用别人的 钱来为我赚钱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叫做浮游量 那么什么叫 就是怎么体现浮游量呢 比如说最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就是各位 你掏出你的手机 然后呢 点开你的微信 然后点开你的零钱包 那你看一下 你的零钱那个地方 零钱那个地方 你手机里面有没有钱 有多少钱 对吧 零钱那个地方 我估计啊 中国人可能平均 假设咱们就这么说 中国人平均 每个人有一百块钱 放在零钱包里面 这一年 我不是说今天 也不是说昨天 就是这一年平均下来 有一百块 然后中国人呢 大概有六亿人 在用微信 而且在用微信的零钱包 这个功能 就意味着这一年 雷打不动的 虽然有人拿走 有人放进来 有人拿走 有人放进来 但平均下来 在微信的零钱包里面 放着六百亿的资金 而这六百亿的资金 微信有没有给到你任何的利息呢 显然我们知道 他没有给我过任何的利息 对不对 因为他没有算理财 他是活期 所以他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利息 哪怕活期利息都没有给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首先你说这钱谁的 我的 但是呢 六百亿放在微信的账上 微信不会用吗 他当然会用 对吧 我哪怕拿其中的百分之五十 或者百分之三十 我去投个资 我就说他狠一点 他拿六百亿 因为他算来算去 他觉得这六百亿 都能够在他的账上趴着 趴一年 那我就拿这六百亿 去买一个百分之五的理财 百分之五的理财 还是比较安全的 我就去买一个百分之五的理财 OK 那一年赚多少 三十个亿 六百亿就可以赚到三十个亿 而这三十个亿 他有没有花成本 没有 他用了谁的钱 你的钱 我的钱 对不对 用别人的钱来给自己赚钱 这叫什么 这就叫做浮游量 所以人家躺着就赚了三十个亿 各位 这就叫做浮游量 那你想想 如果三十个亿 放到我们上一节课说的中铁 中铁的总投资收益率只有1.5% 所以意味着如果中铁要赚到三十个亿的净利润 因为这三十个亿没有任何成本 咱们可以算作是腾讯赚的净利润 对吧 三十个亿的净利润 大概要中铁要为此投入多少钱呢 要为此投入多少钱呢 如果我们按照百分之二来算 这样好算一点啊 如果按照百分之二来算 就是五十倍的投入 五十倍的投入是一千五百亿 各位 中铁需要投入一千五百亿 中铁也是 才能够赚到这三十个亿的净利润 一千五百亿 多少个项目 多少个我们的项目经理 多少我们的施工人员在那 没日没夜的在那干活 才能赚到三十个亿的净利润 人家腾讯啥也不用干 对吧 用个浮游量 就三十个亿了 你想想 你想想啊 你去琢磨琢磨 你细品一下这事 你就明白这其中的逻辑和道理 所以这就叫做浮游量 对吧 所以呢 有人说了 气死我了 我不把钱放在零钱包了 我把这一百块钱取出来 不让你腾讯赚了 那我问你 你放哪 我放银行 我告诉你 如果你去看工商银行的话 工商银行 类似于这样的浮游量 大概在三万亿左右 区区腾讯我们预测六百亿 人家工行根本就看不上 人家三万亿 三万亿 而且我根本不用去买理财啊 因为你相当于 为什么我们算出来有三万亿呢 因为其实工行里面 大概有七万亿是属于活气存款 而这七万亿的活气存款里面 大概有三万亿是长期 大家放在里面是不会往外取的 那所以这三万亿 他基本上就可以拿来去给 放贷出去嘛 对不对 银行往外放贷多少的利息 你还不知道吗 对吧 所以这三万亿你算算 给你活气的利息 收着 收着这些贷款的利率 他怎么赚 对吧 所以啊 这不是咱该赚的钱 你听听就算了 我也不是要去增加你的这种 仇富感 我只是让你记住 什么叫做现金浮游量 你明白什么叫做现金浮游量了 就是浮在那个地方 明明是别人的钱 当然我可以用 那有人说了 我成天都是被别人赚钱吗 我又没有赚钱 赚别人浮游量的机会 有啊 如果你是一个会计的话 你应该要少用现金 和银行转账 为什么呢 因为现金和银行转账 那是实时的 只要我一点了转账 或者给了现金 这钱就给别人了 还有没有浮游量 没有 那你应该多用什么呢 应该多用支票 或者多用信用卡 我们个人就用信用卡 对不对 那信用卡 你想想 我今天刷了信用卡 你的钱有没有少一分啊 没有 少的是银行的钱 银行给你的信用少了 但是你自己的钱 是不是没有少一分啊 那你自己的钱 是不是还可以放在银行里面 去增值啊 所以银行那边可以增值 这边又没有花成本 你是不是在用银行的浮游量啊 对不对 只不过你 我们用银行的浮游量 我们整体用的资金少 而且呢 他信用卡给到你的额度也少 所以呢 你用的浮游量可能不会太多 但是呢 如果是 如果是我们的资金量很大 那如果你用一张支票 你一张支票开个几百万上千万 那支票一般对方去取线呢 大概都有15天到一个月 那在这种期望之下呢 那你就有浮游量啊 对不对 说是1000万5000万已经划出去了 但实际上呢 实际上那账还在 钱还在我的账上 还要趴15天到一个月 那是不是就有浮游量 可以继续帮我升息啊 所以这个就叫做浮游量 所以不光是别人在赚你的浮游量 你也可以有机会赚别人的浮游量 所以关键你把握住这个机会啊 把握住这个机会 当然我们就是太少了 所以我一般会在大额消费的时候 比如我买车 那我就会算好了 比如说我的我的信用卡 是20万的额度 那我就会在买车之前 那我算好了 就是我的信用卡的 就账单的第一天啊 就是因为他一般有50天的免息期嘛 那第一天 然后我就去刷信用卡买 买完了以后 那我自己的钱保留在我的账上 然后呢 我刷的是银行的50天 50天20万 我这我这20万 银行卡上的20万 我买点其他的理财产品 50天的 是不是还可以帮我赚好几百块钱啊 对吧 就是这个就叫做浮游量啊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别人的浮游量 所以浮游量这样的一些概念 是可以帮助到大家去 使用你自己的资金的啊 不光是公司的钱 也可以使用你自己的钱 所以合理使用浮游量 你要理解 然后呢 三和四非常好理解 就是要早收晚付 对不对 所以呢 出纳人员一定喜欢 早点把钱收回来 晚点把钱付出去 每个公司是不是都是 别人的账就拖拖拖拖拖拖 但是如果别人欠你钱呢 就收收收收收收 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早收晚付 所以这四条 一三四 没什么好说的 主要就是第二条 比较新颖一点啊 各位能够去掌握 好 但是我鼓励各位用信用卡 指的是说 你卡上有二十万 你去明白了 你的银行卡上有二十万 你可以去刷信用卡 买一辆车 二十万 我并不是说 你一分钱没有 你去刷二十万 买一辆车 然后再来分息 那你是不是就变成 上一节课 我们讲到的 银行的信用卡 给你分息的利率 就是通过什么 加息法 收款法 贴线法 就没有收款法 加息法 加贴线法 最后算下来18%呀 还记得吗 对吧 你就变成 你要给他18% 而不是用浮游量了 浮游量是说 你明明卡上有钱 但我就刷信用卡 就用你银行的钱 然后等到到期了 我还 我还你 我不付一分钱的利息 这才叫做用浮游量 千万别搞反了 所以卡奴和赚银行的羊毛 这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 好 接下来 这也是一个非常喜欢考的一个考点 叫做最佳现金持有量 所以刚刚我们说了 现金多了也好像也不太好 少了也不太好 那我到底持有多少现金 是最好的呢 我们说现金持有呢 会有三个成本 第一个成本 叫做机会成本 什么叫做机会成本呢 就是现金不能给我带来收益 但我去投资别的 比如说买一个债券 一年可以给我带来5%的收益 那你因为投资了现金 你因为把钱放在现金 而没有去投资 而失去的钱 就是你的机会成本 所以是占用资金付出的代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叫做管理成本 管理成本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为了管这一堆钱 我要花多少成本 各位想一个问题啊 机会成本显然是现金越多 我的机会成本越怎么样 是不是你放弃的收益就越多呀 所以机会成本就越大 所以机会成本是现金越多 机会成本就越大 但是管理成本呢 你管一个亿和管十个亿和管两百亿 有本质的区别吗 如果都是现金的话 没有本质区别 对不对 因为你管一个亿也是放在银行 你管十个亿也是在银行 你管二百个亿还是放在银行 你有增加什么成本吗 你完全没有 所以我们说管理成本是固定的 它跟现金的持有量没有什么区别 第三短缺成本 什么叫短缺成本呢 你看 如果我突然一下缺钱 我是不是就得找别人借钱 你说我有房子 我不筹钱啊 我家里边十套房子二十套房子 但你现在突然要买一个东西 但是你手上没有现金 而且又特别特别着急 要让你拿出来这笔钱 那你是不是得找别人借 你那么多的房子 你也不可能马上卖得掉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找别人借钱 你要找别人借钱 就要产生利息 所以因为正好没有现金 我不是说你没钱 而是说正好没有现金 导致你必须要花费的借现金的成本 就叫做短缺成本 所以显然短缺成本是现金越少 我的成本呢就越大 对不对 现金如果多了 我全是现金 一个亿两个亿的现金放那 我还存在短缺成本的问题吗 就不存在了 所以各位就看到了 机会成本是和我们的现金 是成反比例的关系 而我的短缺成本呢 和我的现金呢 是成正比例的关系 说错了啊 这是正比 这是反比啊 就是我的机会成本是 现金越多 机会成本越大 现金越少 机会成本越小 而我的这个短缺成本呢 是现金越多 短缺成本越小 而现金越少呢 短缺成本越多 所以它是正比例关系 它是反比例关系 但是你不要去记什么 正啊反啊 你还要记它 你关系就考试的时候 你稍微琢磨对吧 生活当中一琢磨 马上就想明白了 机会成本就是 我保有现金没赚着钱 短缺成本就是 因为我手上没现金 我要借钱 那不就很明显的事吗 管理成本就是 放多少钱在银行 你都花那点钱 没有什么成本 好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的三类成本 那我们的最佳方案呢 就是这三个成本 加总求和 最小的 就是我的最佳方案啊 所以考试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考法 第一种考法就是考概念 纯粹考概念啊 最佳现金持有量 为机会成本 管理成本和短缺成本之和的 最小就是最佳 这是不是就是对的啊 这太明显了啊 对的 管理成本和现金持有量之间 有显著的比例关系 这不对 我们刚才说了 你放多少钱在银行 你都不会增加成本 C 可以通过加速现金流转的速度 降低管理成本 加速现金流转的速度 我说加速现金流转的速度 跟我的管理成本之间 有没有关系啊 我说管理成本是不变的 对吧 然后最后一个 短缺成本会随着 持有量的增加而上升 我们说了 如果我现金持有的多 你还会不会短缺啊 当然不短缺 短缺成本就是缺钱 没钱才缺钱 你持有量多 你怎么会缺钱呢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很简单啊 所以你看这一节这两分 你肯定是要多拿到的 你绝对不能丢分的啊 各位 这两分是必保的 好 然后另外一种考法呢 就是像2012年的这一种考法 就给你三四 四种情况 你看持有六万块 八万块 十万块和十一万 问你 哪一种是最佳的现金持有量 那想让我们应该怎么做 是不是把三个加起来 取最低啊 三个加起来取最低 所以呢 第一个加起来 应该是一万四 一点四万 第二个加起来呢 一点四万 第三个加起来呢 是一点三五万 第四个加起来呢 是一点三万 所以呢 就是一点三万最低 对不对 当然如果你的计算速度非常快 你就这么做 OK的 如果你的计算速度 没有这么快的话 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 管理成本本来 刚才我们说了 它是完全一样的 那我比大小 我去加管理成本干嘛呢 对不对 我现在要做的是比大小的游戏啊 那既然我比大小 我把这都一样的 我去掉了 那我第一个一万一 第二个一万一 第三个一点零五 第四个一万 那一万最小 不就完事了吗 对吧 所以你在如果做到这样的 可能你这么做呢 会给你省个五秒钟 或者十秒钟 看你的计算速度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省下来一点算一点 对不对 也许这十秒钟 就可以帮你多做一道单选题呢 OK 所以呢 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一些技巧啊 就是哪怕小的技巧 好 所以正确答案呢 肯定是十一万 这就是我们的现金管理 就这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现金管理 什么现金最佳的状态是什么啊 流动性和盈利之间平衡 然后呢 为什么我们要保有现金 交易需求 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 然后我们的现金管理 三大成本 对吧 还有呢 现金管理四大原则 好 接下来呢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这一点呢 不作为我们的重点啊 因为考试几乎不怎么考 所以我也就随口一过就完事 应收账款 就是我们说的商业信用 产生应收账款 那么应收账款呢 就是既然是商业信用 所以呢 我要给你商业信用 我愿意让你一个月以后给我钱 我是不是要对你做资质审核呀 所以要对你做信用评估 那我一般会对你怎么做信用评估呢 第一我肯定看你公司的品质 对不对 我看你的注册资金 我看你原来有没有一些这个风险记录 对吧 有没有过不还钱的情况 第二呢 我要看你的能力 我要看你现在的经营状况怎么样 最近的盈利情况怎么样 现金充足状况怎么样 第三我要看你的资本 就你的注册资本有多少 你的这个 这个其他的各项资本有多少 如果你上市公司 那我就觉得很很舒服 对吧 因为毕竟有那么大一个盘子在那 但如果你不是上市公司 那咱们就不是特别的好说 第四呢 我要看整体的条件 对吧 到底这个 你如果我如果给你一个月 你愿意买五吨和愿意买十吨 是不是咱俩的情况不一样啊 对吧 如果你买了越多 我可能愿意给你的时间越长 第四个 第五个呢 就是抵押品 如果你给我抵押一个资金呢 我可能愿意给你三个月的时间 如果你完全没有抵押物的话 我可能也就顶多给你一个月 是不是这些东西都是 我给到的信用的标准啊 我们叫做5C 因为英文里面呢 这些都是C开头的词啊 都是C开头的词 我就不给大家整英文了 对 就不给大家整英文了啊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英文的词 比如说这个 然后这全部都是英文开头的词啊 所以5C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 反而它会影响你 因为中文没有5C 翻译成中文跟C没有关系啊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应收账 唯一我觉得如果考的话 也许考这个 但是考的概率极低 因为现在只有两分嘛 只有两分 他现金和存货都考不过来 所以考到他的概率极低 好 所以我们重点呢 还是说说存货 就这一节核心还是现金和存货啊 存货其实也非常简单 你想存货我要怎么管 仓库管理 对吧 其实就是仓库管理 那仓库我要怎么管呢 不外乎就是一进一出一存 不就是这个问题吗 对吧 我要控制好进口 进的时候别太快 也别太慢 如果你进得太快 那我是不是堆放 没有地方放了呀 对吧 或者说我要增加堆放的场地 我就要增加成本 增加这个仓库的成本 那如果说你进得太慢呢 我说没货用了呀 没有原材料用了 如果没有原材料用了 是不是会影响我的 这个正常的运转 或者我临时性的去购买原材料 一定会导致我的原材料成本 会短期上升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会存在 我们的就是储存成本 会因为你的进货太快 储存成本会增加 还有呢 如果你进货太慢 缺货是不是会成本会增加呀 对吧 我现在要临时性的大量购买 我就要存在缺货成本 好 还有呢 就是你正常是不是购买的取得成本 就是我买货的正常成本 以及我采购人员正常的一些工资啊 奖金啊 这些是不是都是我的采购成本 所以我的采购成本 包括购置的成本和订货过程当中 产生的出差旅费 工资 采购人员的奖金等等各方面的一些东西 所以 这是进口 那出口呢 哎 就是我要合理的去管控我的存货周转率 对不对 就我们上一上上一节课讲到的存货周转率 我们说中间的存货周转率 是低于中铁的存货周转率的 那是不是就因为我们的这个存货的管理不太好啊 这是出口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讲流动资产管理 我们重点讲的是进口还是出口呢 我们讲的是进口 这个时候就不管出口了 就你什么时候用 我们先不管它 我们只管取得和存放需要什么样的成本 所以呢 三个成本先掌握 第一个成本 取得的成本 对吧 购买原材料本身的成本 还有呢 我出差的成本 第二个叫做仓储的成本 也叫做储存成本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缺货导致的成本的增加 好 三个成本掌握了啊 三个成本掌握之后 那我们重点考试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经济订货量 就是经济订货量 就是你要保证这个速度要特别的合理和正常 那么怎么保证这速度的合理和正常呢 就是要达到一个经济采购量 那怎么 就是我们的经济采购量 我们看到是这么一个公式 很多人就觉得啊 这个公式好难记呀 对吧 就觉得这这个公式很麻烦 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啊 你的经济采购量 你要怎么去记忆这个东西呢 你首先第一 你记住 这是在我整个教材里面 几乎要考试的东西当中 唯一一个带了根号的公式 我们前面所学习的所有的东西 我们都是不带根号的 都没有根号 这是唯一一个带了根号的公式 而且呢 只要有根号就有二倍 所以把这个标志先记住 这就是它的logo 对吧 只要是经济采购量 我就是带根号 底下有二倍 好 然后呢 接下来 里面呢 就三个东西 里面就三个东西 各位看 这三个东西是什么关系呢 两个东西是乘 一个东西是除 是不是就是 两个乘一个除的关系 那好 那么乘的东西 显然是 因为我这个地方求的是 经济批量 我求的是经济订货量 那经济订货量 跟我们后面这两个之间 分子上的东西 显然是类似于正比的关系 对吧 当然它有个根号在那地方 并不完全的正比 但是这个正相关关系 而底下的东西 是不是跟我的经济批量 是成负相关关系啊 一个两个正相关 两个负相关 好 所以呢 这个时候你其实只需要想一个问题 什么东西多 我的经济批量 经济批量就是我最佳的 每一次的采购量 所以是每次最佳采购量 这叫做经济批量 每一次最佳采购量 那每一次的最佳采购量 到底这个跟什么有关 第一个你想想啊 那是不是肯定跟你的总量需求有关啊 我如果这个原材料需要十吨 我可能是一个量 如果只需要一吨呢 那显然十吨的我都采购十次 那十吨的我每次采购一吨 一吨的呢 我每次只需要采购零点一吨 对不对 所以呢 跟我的总量有关 总量越大 我的采购的量呢 也应该越大 当然有一个根号的关系 第二 跟什么有关呢 跟每次变动的订货成本有关 每一次变动的订货成本 为什么叫做变动订货成本 你看啊 我们的订货成本就是 人员的工资 奖金 拆旅费 对吧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采购员的工资 会不会跟我的采购次数有关系 是没有的 对不对 但是采购人员的奖金 和他的差率费 跟我每一次的这个订货的次数 有没有关系 这是有关的 所以相当于 这两项 它是随着次数的变动 而变动的成本 所以它叫变动的订货成本 而我的基本工资 是不是属于固定的订货成本 我一年给这采购人员 三万块钱的工资 那我这一年就是三万 我不会变化的 所以它叫固定的成本 但是呢 我每一次出差的费用 和我的这个 就是奖金的费用 是不是就属于我的变动成本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只有变动成本 才会影响你的经济采购量 你的固定工资 你给他发十万也好 发五万也好 是不是跟我的经济批量 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你不变嘛 你十次五次一百次 都还是那五万十万 那跟我就没有影响 所以这个地方 一定记住是变动的订货成本 那如果每一次订货成本高 我当然就愿意怎么样 我当然就愿意 每一次多采购一点 如果每一次采购特别便宜 那我就每一次少采购一点 比如说我的这个原材料 是要去美国购买 那如果我要上美国购买 你想想这事 如果我要上美国购买 就意味着我每一次可能花好几万 对不对 那我就每一次多采购 要不然你回回采购人员上美国 你倒是舒服 但是公司扛不住 对吧 所以这就是他的逻辑 每一次的变动成本越高 我的采购量就越多 是不是在分子 那最后什么高会导致我的采购量低呢 当然就是储存 因为如果我仓库很贵 比如说像在北京仓库非常的贵 那我只要多一面积的 多一平方米面积的仓库 那我的成本就要增加很多 那我是不是希望你少买点 你给我多买了 你说我这个特别的特别的便宜 一吨便宜了五十块钱 结果呢 多了这一吨 我仓库我都多占用了好几个平方 这好几个平方一年 这一段时间下来 我的这个仓库多花了五千块钱 你说值不值当 对不对 所以你变成了 就是你花了 你便宜了五十 然后我多占用了五千块钱的仓库的成本 所以呢 如果我的仓库成本高 那我的经济采购批量 是不是就得小啊 对吧 所以你看日本 日本是最早实现企业零库存的 为什么日本那么追逐零库存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日本从头开始 它的这个土地资源就非常有限 它的仓库的储存成本就非常的高 对吧 所以它要追求零库存 所以各位能够理解啊 就储存成本越高 我的经济采购量就一定要少 所以呢 那你这三个的逻辑 你只要一想明白 两个在分子 一个在分母 是不是就完事了 再加上一个根号 一个二倍 这公式是不是就记住了 所以还教材什么 什么KD又除以K的 完全不用管它啊 我记得这字母有什么关系 跟我有什么影响 所以你要记住的就是 我上面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单位变动成本 一个是连需求总量 除以的是储存成本 带个根号 带个二 这个公式就完事了 OK 所以记不住的时候 如果你们考试的时候 说啊 我记不住这个公式太麻烦 很多人不都这么说吗 我记不住这个公式太麻烦 那我怎么做 现推 现推你一分钟也推出来了 如果你认真听过我的课的话 也能推出来 比如说现在 我们19年考的 我们现推好不好 直接现推啊 他说企业生产所需要某种材料 年度采购总量是八千吨 总量需要的越多 我的采购量是不是就越多啊 所以八千吨一定在分子 OK 然后单位 单价是四百块 我们刚才的公式里面有没有单价 你单价是四百还是四千还是四万 跟我每一次多采购多少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因为我又没有说我没钱 对不对 我没有说啊 我只给你五百万 你必须要给我怎么怎么采购 我们是没有提钱的事啊 我们都是在管说啊 这个每一次的采购成本变不变 每一次的这个储存成本变不变 我并没有提钱的事 对吧 所以呢 单价不影响 然后呢 一次的订货的变动成本三千 显然一次的变动成本 如果这个 如果这变成了三万 你老板一定希望你怎么样 是不是少买点啊 所以呢 这一定是承证相关的关系 所以他在分子 好 除以的分母 是不是就剩下一个三百了 所以除以三百 就我们的储存成本在分母 然后乘以二 然后再开一个根号 然后把三百亿约掉剩一十 十乘以八 八千 就是八万 八万乘以二 是不是就是十六万啊 对吧 十六万亿一开方 是不是就是四百啊 正确答案是C Easy吧 所以就这个问题 如果你不记得公式 现稿也能来得及啊 没有那么复杂 所以关键还是在于 逻辑逻辑再逻辑啊 我千万神我也偶尔看了一下一些 就是看到有这个 有一些老师在说啊 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些辅导材料啊 看完了以后 就是就有好多好多顺口流 然后那些顺口流倒弄得很有意思 但我看完了以后 我就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搞这么多的顺口流 又不是一年级的幼儿园的小孩子 你看我儿子现在就又生小嘛 所以连一加九等于十 二加八等于十 我都得给他编成顺口流 一和九好朋友 二和八什么这个 这这这一起一起花呀 什么就类似于这样的 就还得给他编成顺口流 我们不是啊 我们都是几十岁的成年人了 我们还需要 需要拿一个无意义的顺口流 来去替代一个有意义的逻辑吗 一定逻辑对你来说是最简单的 任何顺口流都是都是无奈之举 OK 所以所以像这种逻辑 你首先要把记住 所以我最反感有人反复的跟我说 张老师我觉得经济的公式好多呀 现在我们经济都已经讲完了三分之二了 有多少公式 对不对 每一个公式他的逻辑都非常的明显 你去抛开逻辑去非得要记公式啊 这个字母是什么什么 那个字母是什么什么 你教英文的吗 对吧 你又不是学英文的 你干嘛呢 所以 所以我们不要去管那些东西 你记住我们讲课的逻辑 这才是最重要的啊 这个比 这个比你去学 说我那个东西要更重要一点 就是每一个公式 如果你现在还记不住 你回想一下他的逻辑是什么 如果我的逻辑还不足以让你幸福 你就自己想一个你能够幸福的逻辑 总能够把它想得出来 因为所有的计算一定都是一个逻辑道理在里面的 OK 好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存货管理的ABC 存货管理的ABC 三岁小孩都能够记住 因为ABC嘛 对吧 A显然是最重要的 B是中间的 C是最不重要的 那么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呢 最重要的就是资金又很重 然后种类又很少 这是不是就是VIP啊 你想想啊 你们单位的VIP是不是就那一个客户 但是那一个客户给你带来了80%的业务 那是不是就你的VVIP 你说我有一千个客户 那一千个客户给你带来20%的业务 那什么类啊 C类 你还需要说嘛 对不对 你们家的收入全靠了你的工资 那你的工资 你的老板就你的VVIP 但是像我的收入比较分散 这个到处都 因为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收入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就没有VVIP 各位能理解这个逻辑啊 所以是种类少 但是呢资金又很多 这种就叫做VVIP 就是我的A类存货 那你要怎么样 A类存货 当然你得好吃好喝的伺候着 那哪些是A类存货 显然钢筋就是典型的A类存货 对吧 又贵重 然后呢 种类又就那么一个 所以呢 这个就得好吃好喝 天天伺候 但是你一杀 杀石 还需要你好吃好喝伺候吗 就往那一堆就完了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OK 所以这个不需要太多的去说啊 三岁小孩都知道的 ABC 好 所以A类存货的特点是什么呢 品种少 品种多应用广 品种少资金多 品种多占用资金少 数量少占用资金少 哪一个最重要啊 哪一个是对的啊 是不是品种少占用资金多呀 所以 你看18年那么难都还 这个点考出来也都如此简单 所以大家就看到这一节的这两分 你几乎是不会丢分的啊 虽然 虽然我也讲了在大概接近一二小时 但几乎这两分 听完就有分 对吧 不像有些东西 为什么我敢于说有些东西 你放弃就放弃吧 无所谓 比如说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 这这这什么 什么资金等值的计算 这样的一些东西 你不会就不会了 你花个三五个小时 整这一分 没有意义 像这两分 你听完马上就记住 而且永远不会忘 那你就记住他呗 这两分多多容易啊 对不对 而且也是一定会考到 所以呢 第二章 我就全部给各位讲完了 那你回忆一下第二章啊 我们再花几分钟的时间 把第二章做一个全面的回顾 我们说第二章呢 分为这么几节 首先第一节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概述 第一节讲的是概述 在概述里面讲到了什么呢 讲到了我们的 这个 会计的要素 对吧 然后呢 会计要素有哪些 资产负债权益 然后呢 这个收入费用利润 这样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 讲到了我们的 这个属性 计量属性 讲到了我们的 会计假设 讲到了我们的 这个核算的 基础 就是选择发生 为什么把第一节写一下呢 因为第一节有点散 第一节相对散 然后第二节开始 我们就进入到成本 成本费用和支出的关系 你最重要的 是不是要记住 支出包括费用和其他支出 费用包括成本和期间费 成本包括直接费和间接费 这个逻辑关系 是不是最重要的呀 好 然后第三节 我们就学到收入 我们说收入这一节呢 没有计算了 全部都是概念问题 哪些是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分类 营业收入确认 营业收入应该怎么样去 去这个 就我们的会计建造工厂里面的 营业收入应该怎么去操作 就这样的一些东西 然后第四 第四我们就讲到了利润所得税 利润所得税里面呢 我们说利润的核心点 就是那个营业利润的计算问题 对吧 营业利润的计算 而税里面呢 我们主要是掌握的是那些 可以扣税前扣 那些不能税前扣 不能扣 好 第五节呢 我们就开始讲报表 报表 我说了跟体检报告一样 对吧 我们的体重 体能 还有呢 供血状况 所以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和 现金流量表 第六节呢 我们讲到了财务分析 是各位比较痛苦的一节 因为我们学到了几个能力 盈利能力 偿债能力 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 还有一个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把这些能力全都凑一块 然后我们学到了第七节 第七节讲的是 筹资如何管理 筹资如何管理 然后最后我们讲到的第八节 第八节讲的是什么呢 第八节讲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流动资产的管理 流动资产的管理 好 这里面呢 整体我们第二章的计算是非常少的 第二章大概考三到四个计算题 大概考三到四个计算题 那这三到四个计算题里面会出现在哪呢 一个是成本这个地方 成本这个地方各位不要忘了 就他可能问你 以我们现在的生产成本工程成本 让你计算工程成本 当于多少 这是一种计算题 对吧 比如说我给你原材料多少 人工费多少 然后呢 我的这个 就我的营销费多少 然后呢 再给 给你我的行政管理费多少 项目管理费多少 问你成本 这个是不是一种问题 另外一个还有折旧 别忘了 折旧考计算 当然 折旧的计算呢 主要是在 在什么呢 在这个平均折旧 加速折旧考概念 平均折旧才考计算 所以这里面第二节有两个计算 第三节没有计算 第四节 营业利润 这是一个计算 第五节报表 报表这个地方基本上没有计算 然后第六节 财务分析 有一个计算 营运能力 偶尔考计算 问你 总资产周转率等于多少 偶尔考计算 我们说 谁的周转率 就是用主营业务收入 处于它的平均值 然后筹资管理有一个计算 是什么呢 就是资金成本率 资金成本率的计算 这儿有一个 流动资产管理 刚才我们说了有一个计算 什么计算呢 就是经济批量的计算 经济批量的计算 好 各位看啊 你看我给 我给到你的计算 有哪些 折旧一个 工程成本两个 然后呢 营业利润三个 然后营运能力四个 然后经济批量五个 然后资金成本六个 给到你六个 每年大概考三到四个 大概就是这样的状况 我离得远一点 你可以把这些 稍微的截一个图 写的有点乱啊 但是我打勾的地方 打勾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计算点 打勾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计算点 所以你把这几个 计算点核心掌握 当然偶尔在收入里面呢 他也可能问你 我给到你这样的一些收入 问你你收入有多少 这种也有可能考到 OK 这就是第二章所有的东西 所以第二章 以概念为主 而我苦口婆心 帮助大家 想了那么多招的东西 就当我看到很多人 给我的评论 就是觉得接地气 我为什么要接地气 因为你不懂 对不对 这些东西在你的生命当中 非常的陌生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变成 你能听得懂的语言 生活化的东西 所以第二章的核心 是在于 把这些专有名词 生活化 因为他最喜欢的是考概念 计算仅仅占到 三到四分而已 所以 但第二章要考 二十二分到二十四分 所以你想想 也就是说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内容 是在考概念体 只有百分十几 是在考计算 对于第二章来说 所以呢 第二章 绝对是我们要重视概念的一章 特别要重视概念 好了 第二章我们就全部学完了 所以第二章对我们来讲 就是要多做练习 一定要多做练习 不是计算要多做练习 而是那些概念 你虽然听我讲了 也知道了 但要在练习里面去 你考概念 中国人考中国人概念 这简直了 一考一个准 对吧 他总能知道 你到底哪儿没有掌握住 所以呢 你一定要 还是要多在做题的过程中 跟他去玩文字游戏 理解了 玩两次文字游戏 自然而然 你也就清楚了 所以不要光是觉得 这些东西我理解了 我就题目一定会做 文字游戏 你还不知道你语文水平 到底够不够 我们考试的人 要求的语文水平呢 对不对 所以文字游戏 一定要去玩的 所以这一部分的练习 必须要去多做 来吧 谢谢甚至 这个能力 我看到的 同rix 识细 练乱